阿神 阿神 反正那些店我都已經有點 都不知道是什麼店了 車輪變阿 那個時候在921的時候 我們會從這個地方 我們從這個地方走進去 因為全部都停電嘛 然後我們就在這裡面有一個公園 我們就在這裡面討論 就是世界末日來啦 阿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要不要去襲擊路人之類的 去槍劫 在這裡面 可是我們沒有做這些事 這邊有很多吃的 這邊是我以前讀書的地方 這邊有一間 好吃雞肉旁邊以前有一間 滷肉飯跟雞肉飯很好吃 裡面都用蟑螂在做的 很好吃小時候很常吃 20元一碗 裡面我們會吃到蟑螂 這樣都是黑色的 很好吃 喔 我跟你們講的那個 民安特質乾麵 歡迎你們可以去吃吃看 幫他供上一下 這一間 民安特質乾麵 他以前是在這邊是一個小攤販 在這裡 然後現在 變成有店面了 這一間很酷 你進去跟他點東西 他就不會上你跟他講的東西 因為他的距離真的是低到不行 你剛剛講 老闆老闆特質乾麵 他會給你上一個 炸財肉絲麵 然後你剛剛老闆我點的是 特質乾麵 老闆還會凶你 我就跟你講 我剛剛就已經聽得很清楚 你剛剛點的是 炸財肉絲麵 老闆完馬完全是個執照 所以進去記得寫單子 不要不要不要用點的 你直接點他們 剛剛上那個菜就隨便上 完全是個腦殘 我記得之前我在這裡面 變過人 那時候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的東西被人家偷了 然後我們在這裡 賭那個人 那個人家裡就住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躲在這裡 我們就躲在這裡 這裡有點變 之前這裡有一個那個 大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躲在這裡 然後那個人就從這邊這樣走進來 然後我們 我就一衝出去就只會踢他 然後他跌倒在這裡 跌倒在這個老人做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拿他書包 把他那個偷的東西拿出來 然後公共給他一根 然後他就這樣一直跑跑跑跑跑跑 跑回家 然後跟他媽講 我被打了 他媽就拿他掃把衝出來追我們 然後我們就跑跑跑跑跑 開始跑 我在這裡長大的 真是在這裡長大的 混哪裡的啦 混這裡 阿信的家 這裡這裡 這棟 這棟以前是阿信的家 你可以看一看那個門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信箱筒 看一下這個信箱筒 阿信以前的手是收到可以伸進去這個信箱筒 然後把門打開的 他以前有這麼熟 你就知道有多誇張 我以前 170 60公斤的時候 在他們裡面那群 被叫胖子 所以我們這裡很多很多暗巷 我們這地方很多那種 暗巷埋伏別人幹嘛的 可能有一些人有跟到 就是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就講說 我們以前走在這一條路上 這一條 遠山路上 從最前面走到最後面 你身上是不會有任何一毛錢在 因為你就這樣子走 你就這樣走 好開心喔 今天好快樂 我們要去哪裡玩呢 走到這裡之後 就會可能有一個人過來跟你講 小朋友 你身上有多少錢 我們沒有錢 如果我收到呢 我這裡只有50 全部拿來 然後我們就往前走 我們好機靈 你今天才丟了50塊出去 我們今天帶150出去 然後就往前再走 再走 走一走走一走 好開心好開心 快要到目的地了 旁邊又有一個人坐在這個地方 欸 前面的小朋友 你身上有多少 幹我真的很不誇張 我真的完全不好笑你 幹這條街 我幹我絕對神秘 我剛剛指的路就是這裡啊 這裡就是基石國小 以前這一間是網咖 你經過這裡要被要一次錢 然後你往前走的時候 這邊還有一間網咖 這邊還有一間網咖 走到這邊的時候 要被再要一次錢啊 所以你沒有辦法從這邊走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都會有很多暗巷嗎 就是我們這種 還在比較弱小的時候 我們會從這個地方 走到這裡 前面是網咖 你知道這個網咖很危險 不能從正門走過去 他們會跟你要錢去打網咖 你就要從這個地方走進去 從這個地方繞過去 然後走左邊 然後再走右邊 從這邊那樣走出去 然後以前在這裡啊 你從這邊走出去的時候 因為這裡有一間電動間 前面放三台 所以你在這裡也很有可能 被要錢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不能往右邊走 所以你在這裡的時候 要先從這邊直走 走這條小路過去 先走到底 然後再從這個地方右走 然後到了名利街之後 往右邊看 這邊還有一條小巷子 從這條小巷子再走進去 這樣就可以避過很多的網咖 很容易被要錢啦 像有些人講說 你不會去對面不要給對方要錢嗎 正常來講 大家都會坐在外面抽煙 你從這邊走過去 他就會從這邊喊你 欸!對面那個 欸!就是叫你 就是叫你不要懷疑 你你你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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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只有兩個選擇 你一個就是走過去 另外一個就是開始跑 那你開始跑 你下一次要再遇到他 就比較危險 你直接走過去 你下一次的時候 他下次可能就會跟你講說 欸? 上次跑很快喔 對不對 比較危險一點 好幾次 好幾次 人佛 好幾次 叫你 我來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